那时候的华人社会是不是很团结 很好 很团结 我邻居各地一条街上每一个晚上 每一个家庭都出来晚上 你拿你桌子 椅子 去拍喝茶 大家都很好 那种和谐 那种和谐 有爱 气氛 我一直想往到现在 我一直回忆到现在 最主要我回忆的就是 我们华人之间那种亲切 那种融洽的感情 让我很深刻 很怀念 很怀念 我不管到邻居各地 哪一间屋子我都有饭吃的 是吗 对 他们有什么好吃 我过去来来来一起吃 我都有可以吃的 邻居各地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氛围 是大家的一种习俗吗 对 就是一种风俗习惯 大家就是很 对我们这些同乡人 从中国来的 我们的父父 祖辈什么都是 来到这里 那引起到我父辈的 他们还是非常的 就是说 和我们的自己的人 自己人 叫做自己人 我们潮州话 咱咱咱咱咱咱 咱咱咱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亲切 尤其你是同姓的 好像我姓张 你也姓张 他也姓张 我们就是同中 叫做中亲 嗯嗯